8月11日,鲁能泰山在客场2比0击败重庆,拿到3分后紧追国安。 就在比赛结束后,鲁能内部却进行了一次处罚。 三名球员因为在比赛期间外出就餐饮酒,被处理三停的重罚。 三位球员是刘振理、曹胜和王瑞奇。 三位球员都没有进入18人名单,在中抄比赛期间外出就餐,被网友拍到饮酒的图片,鲁能高层了之后迅速做出处理。 这也彰显鲁能从严治队的决心,本次鲁能出征重庆,一线队有多达25名球员随队出征,按照球队安排。 8月11日晚,预备队的球员也抵达重庆,以年轻球员为主。 就在8月11日鲁能与重庆比赛期间,网上传出鲁能三位球员外出就餐饮酒的图片。 图片显示,一位球员还身穿鲁能的橙色训练服,十分眨眼,这也被球迷拍下照片。 比赛结束后,鲁能高层得知了这一事件,并且迅速核实,做出处罚。 针对这一事件,鲁能按照队规和从严管理的原则,立即对三位球员进行三庭处理。 这三人当中,刘震里是老将,本赛季在阅背队有过出场机会,曹胜和汪瑞奇都是U23球员。 曹胜曾在足鞋背出场,是预备队的主力,汪瑞奇是1997年的球员,近期在预备队的比赛中多次出场。 担任中卫,三人被翻停后,某种程度上会对预备队的人员使用情况带来影响,大陆能从严处罚也得到球迷的支持。 但是,对于三位球员来说,希望他们也继续教训,认真反思,可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,积极改正,争取可以重新获得机会。 在球队整体势头良好,成绩不错的情况下,路能高层的严格管理,也可以看出球队的决心。 只有这样,才能保证球队处于一个良好的轨道上,不被外界因素干扫。 在球队的决心中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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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